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隻剛剛回來的 Bouguerie 這隻真是厲害 不過想一下 都是不好了 這集我都是想和華哥 和大家 聊聊聊 談談心 華哥 其實我都幾心痛 我有位六十幾歲的 標迷李生 被人冤枉 被人誤導 華哥 這件事就源自於 你面前見到的 這兩隻Bouguerie 華哥或者 都和大家講一下 因為有位標迷 問如果竟然 李生認識你華哥 又怎會去 北角和這間店 去買兩隻 二手的Bouguerie 事前 我就不認識李生 因為他有一次 下來我們標譜 就是拿著Bouguerie 問有沒有辦法幫他搞 然後我一看到 開了蓋子 原來是脫了桌子 其實都幫他做的 另一隻呢? 另一隻呢 另一隻呢 因為 我們 都有設標機 打出來 是連一 快到 打不出 那條線出來 是黏了油絲 入了池 是 這一個點 我們又要說回 就是 Cornos那邊 Elly 就回應 說李先生 拿著標過去 他就在 出標機 檢查了 十秒以內 而李先生 都想退 我一聽到這句 就覺得非常好笑 華哥 你覺得好不好笑呢? 那 李先生 其實都不止 幫你買兩隻標 他其實 幫你買了很多隻 你連一個老人家 你今天這樣說 你都令人很失望 如果是十秒 內 怎麼還會找你 其實 買這麼多標 那個標主自己都明白 十秒內 是很漂亮的 是 他不會要求你 拿著標給你整 是 你還說他想要求退錢? 李先生 這個人是好到不得了 不過你今天誣衊他 我都要 你是年輕人 那 你做事不是這樣 一個幾十歲的老人家 讓你這樣說 說到他 是想退錢 我今天不怕告訴你 多謝你帶了李先生給我們 只是李先生幫我們買標 是大大話話 花了幾十萬 是的 那 李先生 我也有問過李先生 李先生 在Kronos 買過一隻二手 一隻二手 帝台 一隻二手 Panerai 和四隻二手 Belgari 都不是一個生客 或者是 買一隻標之後 又回來搞搞鎮的人 那 你竟然說 在一隻十秒以內 他的標 都要求退 這個謊 我們真的忍受不了 因為也要和李先生 平反 那 這隻標 如果是 快到連你出標機 都打不出線 之後 華哥 就 怎樣去搞定 呢 都搞不到 因為 確實要消遲 我們沒有消遲機 那 阿 輝哥 有一個標謎 就帶了李先生 去另一間標項處理 但是 就去西九 西九 那間時輪坊 他們有一個消遲機 是 那就 應該都 盡量幫他搞 但是 確實 李先生買這些標 都不是常常用的 嗯 因為他本身都有很多標 那 搞不到也無所謂的 不過你要去 一隻 一萬元左右的標 買回來 跟著說 拿上行 跟著我跟他說 不要搞了 因為你可能 抹油都幾千人了 拿上去 布格里 那裡 是啊 布格里 拿回去 那 最後他都聽我說 都沒有搞了 是啊 那 再 講 就是 這間 Chronos的Eddie 在他的影片 就說 你們買二手錶 是有風險的 買之前 是不是要檢查 沒有問題 你才買 那 他們 給七天的保養 已經是 非常之好 的了 華哥 對於點你又怎麼看呢 原來二手錶 買賣是這樣的運作 我事前 都不知道 我以為實體店 賣出所有錶 那你都是盡量幫客人跟進的 不 不同的網上 就是個體戶 賣了給你 就算了 不過今天 他又調整了我 原來 是這樣的 那 我就奉勸標迷 如果聽他這樣說 責任是歸於客人 那 真的很大風險 嗯 賣給你那個人 未必認識 那 你不給我檢查清楚 然後我買了 我如果好像 樣樣認識 就不用去找你買 是 我就是信得過你才幫你買 不過原來你什麼都不懂 又什麼都沒有檢查了 賣了給你 就算了 那 如果出了什麼問題 他就會跟你說 我要問回那個標主 喂 什麼都說 要問回那個標主先 那如果那個標主 是拿了隻積目標給你 拿了隻假機心的玉給你 哇 你賣了 那個標主 收了錢 都不知道走在哪裡 是吧 都幾大風險 那聽起來 肯定很大風險 原來 賣出去是沒有責任的 責任是歸於客人 這樣的事 你都說得出 我都服你了 不過我都不相信 其他的二手錶譜 是這樣做的 我相信香港還有很多 就是很專業的二手錶譜 不過這間 北角這間 Kronos 這樣的做法 真的有些 哈哈 我們都幾十歲了 他 講到一些東西 我聽到 都算了 是 有時 這次 就是為了你三 才說完這次 都 有些事情都 免得再說了 其實還有 還有 那個錶迷 Douglas Wong 也是 經常都 長篇大論 在不同的 YouTube的頻道 留言的 裝作專家 他自己說 他自己說 找開一些便宜的 一千幾百 一千幾百 一二千的那些錶的 裝作專家 那 他就 雖然說 雖然是 在利昌標 那裡抽到 一獎 抽到 拍高的標 不是抽到 你的獎 就要幫你講話 我們不用你幫我們講話 不過你不出聲 沒有人當你啞 你還要 不斷攻擊我們 我們 有什麼得罪你 是 其實 是原自這樣的 我就 見到 他有個留言說 利昌 賣得便宜就行 人家賣便宜 你就說 人家是 二手當身標賣 又說 人家賣 假東西 那 他們這些 其實是 一知半解 其實 當時 我們是 有證有據 才指明 那隻 Omega 是二手翻身 我們亦都有 創的 一些記錄 才會講 去 二手衝 新標賣 不過這些網上 那些 所謂Youtuber 好像我們一直都說 武澤人賣了給你 就過了海 就神仙 那不知 頭不知路 就來講 我們利昌標行 是這件事 我不值得 不是 如果做錯 就接受你批評 就是 好像大師說 說 連最基本 做人的事 我吃鹽多 過你吃米 我做人 是怎樣 不需要你批評 你自己 想清楚 你對標的認識 亂說我 我們都 免得在節目上說 華哥 這位 Andy 這位 Andy 是怎麼說 或者 舉一兩個例子 我好像聽過 你說一個 Omega 有一個笑話 那 事緣的 有一隻 Speedmaster 的 他應該是 我們那個年代 九十年代的款 那 一隻自動機心的 那 即 你當這隻 是不是都說 拉曼尼亞玉 一副 公用玉 你就當拉曼尼亞玉 賣 即是去賣 買多少錢呢 當時要 那隻標 我想他 不會知道 當年的公價 我們 因為有賣過 很清楚 當年那些 康老鋼 大約一萬五千元 左右的公價 以前 還有折的 那隻標 應該折來 一萬元左右 那 整個三十年的標 終歸 他要賣多少錢呢 這位 陳水大師 我猜錯 應該好像是 三萬元 嘩 如果買得出 真是發財 你誤導了 客人 最主要是 這件事 是 是 即 對那些 機身不認識 對那些牌子 不認識 就亂說 當是壁級 是 所以 變了 真是 賣二手錶 都很高學問 不是說 人家寄一些標 來 你轉個手 加一個%上去 賣就算了 是嗎 那一定 因為二手錶 你接觸到 真的很多 不同種類的牌子 連份 機身 那樣東西 真的不認識 真是很嚴重 剛剛那隻標 年紀更大 你是未見過 那你學什麼人賣 那 還有一件事 他們就說 我們離窗 經常都 跟那些人 打冷 吃飯 逼人買標 華哥又怎樣看 這些更加少了 你做人都未做得清楚 我們怎樣對客人 怎樣對標迷 你知道嗎 你不要在那裡亂說 我們從來不會逼標迷買標 是那些標迷覺得 幾順才幫我們買的 你你認為 吃飯 喂 大家互有 往來啊 好像李先生那樣 你 每次買一條大石斑 是啊 李先生 李先生 真的很好人的 李先生 通常一個星期都有 跟我們吃 一次飯 兩次飯 每次都 飯局之前都去街市買一條大石斑 或者是一些 鋪 什麼去 去 如先拿去的 真的很好人 真的有時候 所以 今天這條片 最大 主要我們想拍就是 不抵得他被人 這樣去冤枉的 那麼 我也都 想說 我們跟標迷 李昌同學會 那些標迷的 關係 感情 是超乎 很多人的想像的 如果你不是 真的認識我們 就不會知道的 所以 也都 不關你們的事 你們也都沒有資格 去批評我們的標迷 大家面前 其實我拿開 新的Bulgari 這兩隻Bulgari 也是李先生 在Kronos買的 四隻其中兩隻 那 讓我發現 一件事 原來他們的單都很流 你看 只是打一個Bulgari 沒有Model number 沒有Serial number 即是說 買完了 就算在七天內 都不知道哪隻打哪隻 那 通常 他都寫明 貨物出門 書不退換 是啊 即是告訴你 你 那七天保養 又是什麼意思 真是沒有保養 我想 不知道他怎樣處理 不過他都盡量不處理 看他的作風 是 所以變了 真的 要光顧 都真是 幾大幾大風險 那 到最後 都要奉勸 這位Andy Go 其實這位Andy Go 所謂的潛水大師 其實 你都 其實幾無辜的 因為你遠在英國 移民了 在那裏 香港的事 其實有時 都是一知半解的 那又要來幫 Kronos拍片 那 又要經常去淘寶 找一些標 來賣給你的標迷 其實 我們都見不少 即是淘寶貨 那些 做生意 我們不批評 各有各做 都無所謂的 不過 賺香港人的錢 在英國花 其實都 要 真是 專業些 不要說 甚麼都 求求他 我都見到 有些標迷 是批評他講錯的 或者是什麼 都是一笑了之 即 那 都沒有辦法 即現在 即 你不說到我們這樣的 都 是 都 免得 是 免得 說你了 不過 你又 說到我們 好像 經常 跟別人打 跟別人 逼人買標 這件事 基本上 就完全不是事實 有時 真的 覺得 很多事情 都是生安百做的 你那些 好像李先生 那些好 的人 你那些客人 那麼好 你還要 屈他們 十秒 我都想笑 嗯 那 是啊 真的沒有辦法 這次 也是我們 希望 最後一次 去 談論這件事 那 那 那些年輕人 那些人經常都說 我們兩個 老爺 兩個廢柴 是啊 是啊 我們確實是廢柴 那都 我做標做了三十年 華哥應該都超過三十年 那基本上 我們是做標裏面去做這個頻道的 基本上 我們所說的東西 都是憑著我們一些 過往的經驗 還有見到的東西 也都見過不少 我做行 華哥做零售 那我們都是 做標出身去做這個頻道的 那相比一些 不知 不知 標靈有多少的朋友 去做一個頻道 去介紹一些標給大家 大家 真的要 過濾一下 不要人說什麼 我們說什麼 你都不一定 一定要相信 那 不過 一些 支持自己 有很多 訂閱朋友 的 YouTuber 那些KOL 有時候 他們就是利用了 有一個龐大的支持者 去做一些 我們認為 不是那麼 對 或者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推介 我們 其實有時候 很多時候想說 不過每次 說了出來 都 backfire 都被人 又說回來 真的很無奈 是 是這樣的 不過我們 做我們銀行 都說過 我們是服務性行業 你是服務客人 如果客人有問題 那你要跟他解決 不是說 叫他自己 拿上行 那 人家 要不要光顧你買 每樣都自己 搞定 那 不如也不用開 實體店 就像那個阿基 在網上 賣完 賣完 什麼都沒有關係 那 你自己也好好檢討一下 不要整天 在那裡 說客人什麼 賣 你自己想清楚 是不是真的 客氣 那其實 到最後 我也想說 我做了這個channel 兩年多 當然都有很多 風風雨雨 但anyway 我們所推介的 標 都是有 某些原則去推介 那 我可以 跟大家說 十年後 或者二十年後 你看回我們的推介 或者你在我們買過的標 就會知道 真正的價值 相比起 一些 很多標 我們為什麼不推介 就是覺得 十年 不要說十年 可能過一兩年 其實你都已經沒有價值 那 我們一聽很多 留言 那些說 我們只會賣死貨 那些倉底 那些死貨 有時候 認識就認識 死貨 其實在現階段 變得好貨 因為擺了十幾年的 你覺得他死貨 十幾年後 見回 原來 價值 他在十幾年前 停留了 價值到今天 你覺得他損價 是 如果再加上 一個筍的折扣 有些標 其實雖然是 死貨 或者是舊貨 其實是很划算的 因為最主要是別人不認識的 還有別人都是追求 一些最 Current的牌子 一些 廣告比較多的牌子 就忽略了 其實看一隻標 最重要都是看 副機芯的機芯 才是 錶的靈魂 如果你跟 開我這兩年 都會發覺 我買些標 都盡量都是 不同的牌子 機芯也是 不同牌子生產的機芯 變了 我都不會是 單一隻去 買幾十隻 單一個牌子 或者耕一個機種 或者一個公用玉 你買這麼多 其實都沒什麼用 玩錶 你儲存都沒問題 便宜便宜 還有看你實力 看你子彈有多少 如果你買得太多 就 變了 你不如集中 買少些 都認為是很普通的東西 買一隻漂亮些 其實 靚錶買得貴 是有原因的 嗯 那 就是 玩錶的樂趣 有時候就是這個 可以欣賞一下 靚錶 是的 到最後 我們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 華哥和我 都是本著 我們 做這個頻道 開始的 宗旨 一些原則 去做一些推介 超筍價 固然是 盡量超筍價 都會盡量 去找多些 筍的 標 回來 賣給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做錶的人 去介紹錶 我們這行 都很多聰明人 都沒問題 介紹錶 都是為了錶迷 是的 我們做了錶 都三十年 三十幾年 都是很踏實地 賣我們的錶 雖然 現在 不及年輕人 用他們這些 另類的手法 去賣錶 不過我們一樣 會做回我們的本分 去盡量 去找多些 筍的錶 去推介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支持 華哥和我 希望 各位錶迷 玩錶 玩得開心 今次 可能 令到 那些錶迷 很反感 經常都聽到 我們 在這裏 說人 不過 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們 都是 因為 不抵得 李先生 被人誤會 而 出聲 你不要抹黑人 一個這麼好的老人家 他都不是光顧你買一兩隻 是 前後都買了 4 5 6 7隻 7隻二手錶 不幫他搞都算了 你今天還要拿回去 說他什麼什麼什麼 我都看不過眼了 至於這隻最新的 Bougarie 重量級 追蹤白金標 就 留 下一回 去分解 拜拜 拜拜